大家好 今天又到了翻牌的时间了 咱们看看最近大家在节目里有什么有才的评论 网友江小白 齐桓公问了一个问题 说袁老师 我一直想问您一个问题 古代每个朝代每个部门的设立 是皇上一个人独自决定设什么吗 还是参考大臣们的意见而设立部门 比如明朝 太祖 朱崇八没有文化 可以理解 手下有学问的大臣没有建议设置宋朝一样的中央部门官员体系吗 这个咱们讲啊 首先绝不可能是皇帝一个人一拍脑门 就决定设立一个什么部门的 这个绝没有可能 特别是在元朝以前 皇帝是不能够独断专行的 必须是跟大臣们共同商议的来 什么事 也就是说呢 其实有的时候宰相都有决策权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即便是皇帝想到一个什么点子 也要下意于群臣 这个最典型的事就是你看这个史记里记载 就是这个秦始皇灭了六国之后 到底是搞分封还是搞郡县 是群臣激烈争论的 丞相王宛认为应该搞这个分封 燕齐经地远 不为阵亡 无以填之 然后廷位李斯一约 周文武所封同姓子弟 慎重后来属疏远 相互攻击如仇仇 好不容易才平定的天下 干嘛又要搞分封啊 最后秦始皇拍板 廷位一世 李斯说得对 所以他肯定是要经过激烈的讨论 召开这种御前会议 他才能够决定下来 绝不是皇上一个人能说了算 特别是在这个 就是元朝以前 更没有这种可能 更没有这种可能 到明清两朝 因为这个皇帝前刚独断 所有的事都是他说了算 所以他个人的色彩呢 比如说可能更浓重一些 你比如像这个明太祖费丞相 像这个明成祖设殿阁大学士 像这个清圣祖设南书房 然后清世宗设军机处 这可能他自己的色彩浓重一些 但是他也要找新府进城商议 商议完了之后 你想皇上他设立这个机构 那这个机构设立了所有的什么规章制度 这怎么办 这个这个这个机构干什么 这不可能他一个人决定吧 是吧 他也顾不过来 肯定是大臣们商那么来的 那所以我觉得是这么回事啊 好 这个网友朔币优恩 ENG问了一个问题 元老师好 想到一个问题 清末平定太平天国之后 为什么没有形成如唐末宋末明末的翻证歌剧 宋末没有翻证歌剧啊 宋朝是没有翻证歌剧这种局面的 那一直到这个最后宋朝灭亡的时候呢 张世杰呀什么陆秀夫啊 这些还都是听命于朝廷啊 还是这个这个为朝廷出生录死的 唐末和明末确实是有这个翻证歌剧 那那么清末为什么没有啊 清末为什么没有 这真的是跟这个曾国藩的个人素质是这个密切相关的 要不说他是这个圣人的 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的圣人 平定了叛乱之后 本来朝廷答应咸丰皇帝驾崩 都是答应克金陵者为王 结果只封了他个侯 他也没 先帝爷这个是是是有遗诏的克金陵为王 结果只封了他一个侯 然后他也没怎么着 然后他马上就把部队遣散了 湖南明氏王凯运曾经劝曾国藩称帝 跟曾国藩在这个茶桌上就俩人坐八仙桌嘛 坐八仙桌 一个坐这头一个坐这头 然后刀不刀不刀不刀 王凯运一直跟那讲 然后曾国藩呢就一直在听 一边听呢 曾国藩一边拿手指头啊 站着茶水在桌上写字 一边一边写字 一边心不在焉的听 可能王凯运也看出来曾国藩心不在焉 说完之后呢 王凯运起身告辞 曾国藩送完课就回内使了 那回那时候然后下人收拾头一看 这个桌上曾国藩拿茶水写那字 有的还没有就干透 写的是妄人 妄人就是神经病 这是神经病 劝我称帝神经病 所以他就这个忠心于大清嘛 应该所以这个事他就没有没有干成 再次说呢也是 就是说你你说你这个藩镇割据的话 你得有这个势力和土壤 你当时的这个其他省份 除了这个太平年国盘踞的这两将军期之外 其他省份他基本没有受到什么兵灾的这个严重 这些地方的都府还都是忠于朝廷的 所以你没法弄 你不用到了清末 到清末这都府全部是汉人了 基本上全都是这个这个跟大清离心离德了 所以在那个时候才会出现这个 就地方自治 然后这辛亥革命之后 好多省的这个都这个巡抚摇身一变 就成了都督了 成了革命党的都督了 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啊 好 网友朋友ERIC问了一个问题啊 说袁老师好 前些日子呢 去了台南的赤看楼 略看了郑成功驱逐何来人的历史 想请问袁老师 郑之龙曾经在东海叱咤风云 当时是海上马车夫的何来人 跟他们合作还是竞争 请老师赐教 既合作又竞争 海盗是没有什么这个啊 就是真正的朋友和真正的敌人呢 他眼中只有利益 所以当他这个荷兰人影响到他的生意的时候 他就干荷兰人 荷兰人也一样 荷兰人的马上海上马车夫 其实说白了也是一帮海盗 你郑之龙能跟我合伙 咱俩有买卖赚 我就这个支持你 你反对我 我就干你 最典型的就是1622年 1622就明天起年间 是22是24 反正就明天著名的廖罗湾海战 就在今天的金门 今天还是在这个台湾控制下 金门廖罗湾 当时就是郑之龙牛逼到什么程度 郑之龙已经是建造了那种 双层甲板的中式大帆船 就火炮在边上 跟西洋一样 而且建了七艘 也不是建了几艘 据说那个船 在当时的东亚是无敌的 那不关那个 中国日本朝鲜越南 这些国家没有这样的战舰 就连当时的这个荷兰葡萄牙 在这个这个东亚 也没有这样的战舰 可惜没来得及投入战斗 就被荷兰人焚毁了 这是典型的 所以有人说 中国不是没接受这个西洋文明 不是没有那种大大战舰 双层甲板几十门炮的那种 三十多门炮 他那个三十多门炮 说不是没有那个郑之龙见过 是郑之龙见过 温丁城中见的那让荷兰人烧了 没投入过战斗 没投入过战斗 不是说中式翻船 就不能搞这双层甲板 这个闲侧火炮 不是不能 可以 但是烧了 你这就属于他俩典型的这个斗争 但是他俩合作的时候也非常多 所以这个海盗 他跟官府都是既合作又竞争 你更甭说跟荷兰人了 这没有一定之规 其实你说到后来郑成功去驱逐荷兰人 他也没有什么那种说 就说我要这个这个这个收复台湾 说台湾是中国领土 他就是想留那块地当抗清基地 当抗清基地 他大陆上打的没地儿去了 他原来要去什么收复南京 摇冀中摇冀太祖林的时候 他怎么不想着去收复台湾呢 他没地儿去了 两岛屯师 金门厦门俩祥岛 十万军民 那没地儿去了 他才要收复台湾 是吧 好 这个 网友沟唐问了一个问题 说袁老师好 最近看大和剧连仓殿 有点奇怪 为什么古代日本天皇将军选择出家的比例那么高 因为自从九世纪横武天皇的时代 就确定了佛教为日本的国教 所以一千年日本人是不吃肉的 只吃点海产品 你看那帮武士上了战场 抡起刀来切了咔咔 砍人跟玩了 吃素 罗马人也一样 罗马人也一样 面包啊 什么那个葡萄酒啊 他们只吃这蛮族才吃肉 日尔曼人才吃肉 所以罗马人干不过日尔曼人体力就不行 他是这个以佛教为国教 因此我退休之后 我这个出家是最好的 就跟那个欧洲那些国王什么退位 最有名是查理武士 神罗的皇帝 就出家了 去修道院了 那就是这个一个道理 他这是国教 是吧 是国教 而中国古代 他没有这个 对吧 中国古代如果有国教的话 是儒教 是儒家思想 儒家又没有什么庙语 说你会 我退休之后 我到那个孔庙里当和尚 那没有这儿 我当老道 没有啊 中国古代 他没有这国教 所以他就没有这种情况 所以他那个 这个将军呢 这个什么 朝臣呢 还有这个天皇啊 这个出家的比例就非常高啊 天皇出家就被称为法皇啊 那么厚白河法皇 白河法皇 这都非常有名 被称为法皇啊 将军呢 什么这个大明啊 出家就被称为入道啊 入道 入了这个这个道了 就这个意思啊 头上一包 是吧 你最最典型的就上山千信 所以他也没有孩子嘛 那出家了嘛 没有孩子 但是他照样不影响他大砍大杀 什么都不影响啊 就号称出家了 就这意思 是吧 唐六千啊 问了一个问题 是吧 说元老您好啊 这个首次留言囚翻牌 想请问您一个问题 评价一个历史事件 要从当时人的价值观点出发 那我们如何获知当时的人 是怎么看待问题 史书啊 看史书啊 对吧 那史书不都是当时的人 写当时的事 他记录当时的人 是怎么看待问题的吗 是吧 或者后朝给前一朝修史 是吧 就你一定要看史书 是吧 咱们所谓的按照当时的人的价值观念出发 就是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不要受现在这些无良的影视文学作品的影响 啊 这个 我老是强调这个啊 你说历史剧是用当时人的观点 演这个历史 当时的人怎么看历史 你就怎么看 古装剧呢 古装剧呢 他讲的不一定符合史实 但基本上是古代的事儿啊 你比如什么那走向共和啊啊啊什么这个这个雍正王朝啊啊最典型就是京剧啊那你想什么真还传这装古剧他就是现在的人是吧现在的人穿着古代的衣服也不见得穿的对但是他所有的想法都是现在人的想法跟古人一毛钱关系没有啊所以我们才强调要还原历史用古人的想法去看古人啊这个当然你不可能还原到百分之百啊因为你也没见过古人啊 你也没跟他打过交道所以就只能相信这个历史典籍上面的一些记载而已 这个网友朋友HUI啊这个灰鹰灯啊灰鹰灯问了一个问题啊说请问袁老师后人心目中啊无论秦始皇如何残暴却得了千古一帝的美誉随扬帝不管功劳多大 问了却落了个万事唾骂的恶名始终被当作典型的亡国之君 这是为啥呢因为第一秦始皇确实没有王国是秦二是王的国第二万这个这个百代殷袭秦制度是吧所以中国是秦制2000年这个制度是他开创的郡县制度啊中央集权制度皇帝制度都是他开创的皇帝称镇圣旨称治是吧然后这都是他开创的是吧所以他他确实这2000年是由他而起的 当然他千古一帝这这没得可说这千古一帝不一定是包一词就他No.1他开创的就这个意思啊开创开创庞氏骗局的那个也千古第一帝啊也千古第一庞氏骗局我开创的对吧那你这不见得是是是这个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对吧这不见得就说明我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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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啊隋扬帝你确实是亡国之君你也没有什么开创性的制度啊除了科举制度啊科举制度啊 就是但是分科考试还是从他办文帝的时候就开始了你说科举制度进士科是他开创的1000多年一直在沿用啊但你谈不上别的你说你开运河呀什么这个修长城啊这个修迟道啊然后征高利啊这些事古人都干过呀只不过你这可能规模最大你谈不上有开创啊而这一个确实是在你手里亡了国了所以这个你就唠唠了一个这个这个骂名了这很正常啊好 啊这个网友文化新问了一个问题啊这个袁老师你好想问一个问题啊之前听您讲过古代中国没有独立知识分子部分呢是因为科举制度那么在元朝也基本上没有科举为啥没有出现欧洲古代那些研究科学的独立知识分子呢谢谢啊因为这个在中国古代没有自然科学只有技术啊这个技术呢都是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啊你比如 天文我们中国古代为什么天文学这么发达啊观星象啊当然这跟算卦更有关系啊你比如数学算数学啊不是这个代数啊我数学特网啊我我这个算数特网是吧尤其算账张张嘴就来啊在美国的时候那个计算机没有我算的快因为咱咱们中国人这个口算心算的能力都都特别合并同类相啊然后几成结着羊人哪会热的啊那17加7波音计算器都都算不出来是吧 所以我比他都快那个哇你是东方来的数学家吗算数家啊数学我就完蛋了没计过格啊什么什么代数几何就西方传来的这些东西就完蛋了那咱们就是算数水利是吧农学啊这些东西都是为了指导生产服务的但是你想知识分子干这事吗对吧是农工商您这个这个技术都是为了农商服务农工服务农工服务知识分子 能干这个吗知识分子平时袖手谈心性临世一死暴君王我得玩那高的东西你这什么玩意儿下里巴人社会操作学社会操作学这都理科知识分子全是文科的你明白这意思吗不干这个啊这就属于这个什么哎呀这个是墨业啊墨业啊我们知识分子得治君尧顺上虽然没有科举我宁可去学起儿骂朝廷不分好歹何为天错堪咸语不堪分好歹何为天 错堪咸语网作天我你可骂朝廷骂朝廷的目的就是我这么大学问你不用是吧哎我也不会去琢磨我不是研究个专利什么卖钱不会琢磨的事就是他几千年来这文化传统就已经形成了那就已经形成了是吧你不能应用的东西你做琢磨出来干什么事是吧做说你发明个水牌什么好歹还能鼓风野铁你发明个翻车好歹还能灌地是吧你说我研究地球绕太阳转哪有病吧这真没用这东西东西是吧 好啊这个呃网友Mr.王问了一个问题元老师您好第一次提问求翻牌在秦朝之前春秋各国时期各诸侯国内部存在农民起义吗当时的农民的生活水平和秦朝时期比起来怎么样呃没有记载过有农民起义那没有记载过为什么没有记载呢因为当时你想那个时代诸侯国的内部除了 国人野人就是奴隶啊就是奴隶所以说这他国人我咱们在这个节目里讲过好多遍了啊有一定的参政议政的权利啊然后为国家服兵役啊所以他就属于我们按现在的话讲就是中产阶层日子过得是很不错的啊所以他不会有这个起义的这种这这种事发生啊然后这个当时农民的收货水平跟秦朝比起来怎么样肯定比秦朝强啊肯定是比秦朝强的秦朝收货物的三分之二要上交给官府啊 那个年代绝对没有没有这么沉重的这个这个摇曳和和这个兵役啊肯定是比秦朝强啊然后呃网友朋友Frank John问了一个问题啊袁老师有一个问题请教啊就是东汉以来形成的门阀士族经唐末五代十国乱世基本上都清洗掉了啊五代十国的军阀们大多众武清文北宋众文清武为什么没有形成新的世家大族和地方豪强希望袁老师解答谢谢 你都说了呀你都自问自答了你不是说了吗因为到这个唐隋唐五代十国已经把这个世家大族的基础洗掉了到了宋朝之后所有的权力收归中央地方官三年一役由中央委派再也不可能形成这种出现世家大族的土壤世家大族你首先得世代为官而且把持一方宋朝以后再也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了 地方官都是三年就一换不许带家眷上任跟当地老百姓什么的两基本上可以两眼一摸黑而且这些官都是中央委派的你不可能说我一个人啊我现在是比如说这个这个四义清乡乡长啊然后海添区副书副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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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长 开封府副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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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执雷州市又走了三年执杭州市 你老得换 老得换 所以他没有了地方形成豪强的这个基础 长期把持地方一方 你没有这个基础了 所以自然就不可能再形成新的世家大族 高粱河最快驢车 那您这是宋太宗啊 问了一个问题 袁老师好高中看您视频 现在研究生了 有一个问题想问您 明朝以前一般一个皇帝有好几个年号 请问民间也用皇帝年号纪年吗 那皇帝几年一改元不会非常混乱吗 古代交通和信息闭塞 皇帝改元后偏远地区会不会继续沿用以前的年号 好 是民间当然要用年号纪年 你不用年号纪年 你用什么纪年啊 必须要用年号纪年 这是肯定的 那么这个皇帝几年一改元 不会非常混乱 不会啊 这有什么可混乱的 前锋四年 然后马上又改成太亨元年 那你就改呗 这有什么呀 他就这么纪念 如果你怕混乱就加上天干地支 是吧 前锋四年新有 太亨元年以末 你就加上这个天干地支 是吧 至于你说那个皇帝改改元之后偏远地区会不会沿用以前的年号 这太正常了 你甭说古代 是吧 我看那个就是那个那个原来那个就是那个这个什么电视里演的那个就是什么抗日战争八路军建立敌后根据地 就是在那个哪就是那个野三坡这离北京非常近啊就是野三坡那边是吧 说到这个193几年的时候啊就是他们去建立这个抗日根据地的时候啊当地人还问啊现在皇上还是宣统爷吗 是吧都都都民国二十几年了你就北京边上他还问这啊皇上现在还是宣统爷吗啊就跟那个什么现在那个青海西藏是吧 说有了那个都200几年了青海西藏那那个什么那个那个有的那人有的那老大爷白胡子老大少数民族老大还问啊毛主席现在还还还还还他老人家还好吧 还还还问这个呢是吧所以你可想而知这偏远这个这种事很正常啊很正常是吧好呃网友李逍遥问了一个问题啊满圣经作为满清龙兴之地 圣经将军位高权重作为最高军政长官一直是由宗室或满人担任清末呢由赵尔逊出任东三省总督他又非满人不过是汉军齐人为什么会被委以重任呢 徐世昌连汉军齐人都不是也当过东三省总督啊那是第一任东三省总督是吧到了这个清朝末年地方都府基本都是汉人了哪还有满人很少了啊你比如说那个什么胡胡那个端方胡光总督那个对端方那很少有满人了基本上在平定长矛和年匪之后啊地方的就都被这个这个汉人就给就给占了啊 因为满人实在是糊涂不通嘛你就给占了这很正常啊这没有什么不能理解的那袁尔逊最后当到内阁总理大臣了你想那不是也是汉人他连齐人都不是啊都是汉人嘛就是是吧好啊那最近大家的评论咱们今天就回答到这啊感谢大家收看也欢迎加入我的会员频道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